一年以前,我的生活还像托罗一样 围着老公孩子钻,做免费保姆 天天被挑毛病,连喝水都会被说动作不好看 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生活一地鸡毛,我也越来越没有自信 每天都小心翼翼的 如果不是偶然在手机上刷到一条自驾视频 我现在可能已经躺在医院或者被关到精神病医院 说起来我得感谢那条视频 它让我的眼前一亮 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这是我自驾游的第十一个月 今天去超市买了一些蔬菜 还买了像冰激凌一样浓稠的新疆酸奶 和我以前吃到的酸奶都不一样,特别好吃 趁着中午阳光好 用太阳能充电板给电小二充上电 把高压锅拿过来煮一锅羊肉 新疆的夜晚有点冷 吃完饭赶紧回到帐篷 哎呀,刚才跑进来一个苍蝇 打了半天都没把他打住 正好没人做伴 今天晚上让苍蝇给我做伴吧 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你赞同吗